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哈喽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我们先从这个礼拜的关键字开始说起 对这一本经济学员关键字 在第九页跟第十页 我们今天挑的第一个关键字 是加拿大和印度 9月18号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对于印度席克教的领袖尼甲尔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在温哥华附近遇害的事情 正式指控了印度政府涉案 这个案子导致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跌落最近的低点 印度政府不但严正否认 驳斥指控非常荒诞 两国甚至开始互相驱逐外交官 据报道 加拿大已经跟五眼情报协定中的盟友 分享了有关这起抹杀案的一些情报 印度一直怀疑 加拿大77万的席克教的侨民 支持分离主义 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 其实本来就不好 这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糕 西方世界确实应该正视 莫迪政府的滥用权力的行为 那今天的第二个关键制是Inflation 通货膨胀 9月22号 美国联总会再次决议按兵不动 联邦资金利率维持在5.25%到5.5%之间 他还暗示 今年底会再升息一码 看起来符合市场预期 不过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明年已经放话降息的幅度 会由原来预估的四码 缩小为两码 联总会主席鲍尔在记者会的发言 开始出现鹰派的言论 显示高利率可能会伴随我们更久 而事实上美元跟美债的公债值利率 盘中果然硬生走扬 FED对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 持谨慎看法 意味着超低利率时代正式成为过去市 由于FED对抗通膨之意 已经进入艰难的最后一公里 因此现在抱持宁可紧错 不可松过的坚定立场 可说是既适当又必要 而且保险的做法 第三个关键字 温室气体 9月19号 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了全美国第一个 强制气候揭露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 企业气候数据责任法案 简称SB253法案 它强制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 而且有加州业务的大级美国企业 你必须公开揭露 所有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来打击所谓的票率 预估会影响大概5400家企业 包括我们很熟悉的 美国零售业巨头Walmart Apple 还有所谓XMobile 这个法案在2022年 就以一票之差公派追成 2023年卷土重来 赢得许多重量级的支持者的支持 譬如包挂了 微软 Apple Google IKEA 还有美国知名的户外运动品牌 Algoia 还有巴黎协定的幕后推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前指形秘书 所以这个代表ESG的压力 还有脱胆压力越来越大 第四个关键是OECD 9月19号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发表了2024年 初步的经济展望报告 大幅下修 明年的成长预估 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央行 还是在大幅升息 还有中国大陆的疫后经济 复苏力道不如预期 不过OECD主张 各大央行应该维持紧缩政策 或者进一步升息 才有办法真的击退通货膨胀 OECD预估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3% 2024年下调为2.7% 是排除2020年COVID-19冲击之外 从全球金融海啸以来 最低的一个经济成长的预估 OECD今年6月 本来是预估明年成长率是2.9% 今天最后的一个关键是 Tesla Tesla 9月18号 Tesla的CEO Elon Musk 做出回应 正式否认 有跟沙尔地阿拉伯进行的磋商 这主要是针对不久之前 华尔街日报有报道 沙尔地阿拉伯跟特斯拉 正在洽谈 要在当地建厂 目的是获取 电动汽车需要的金属 并帮助实现 沙尔地阿拉伯经济多元化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据说 沙尔地阿拉伯为了吸引特斯拉设厂 已经通过向商品交易商 托克集团提供融资 参与钢果的矿产项目 这个矿产生产特斯拉制造电动车需要的关键矿物 同矿跟孤矿 甚至传言沙尔地阿拉伯会帮助特斯拉实现 到2030年每年销售2000万辆电动车的愿望 你觉得为什么特斯拉要特别去否认 跟沙尔地阿拉伯之间的合作 过去马斯克对于这一类的报道 其实是一点嗤之以鼻 也不太愿意去回应的味道在 其实我觉得Elon Musk 最近三四个月的行为 跟以前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包括他前阵子到北京 那其实他也没有参与媒体记者的采访 所以我觉得其实地缘政治的压力 即使是Elon Musk这种人 都开始变得比较谨言盛行 有趣 可以观察一下 好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经济学人这一期的Cup Story 谈亚太区域的整合吗 对 这一次其实经济学人还是有两个封面故事 不过全球版本因为谈的又是恶物战争 所以我想离我们比较近的亚太版本 谈整个亚洲地区 不是只有东北东南亚或南亚 他正在进行一个贸易融合 我觉得写的还蛮道地的 这一次经济学人用的三篇文章 分别在续论第一篇 亚洲版块第一篇 还有财经版块第一篇 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其实也很有意思 各位看到在米白色的封底前面 经济学人借由代表亚太区域各个国家文化的一些窗林雕塑 还有邻里之间的热络交流 表达出一种整个亚洲地区正在融为一体的场景 那上面有两排说明的黑色字体 大字写的是投资于邻里周边 小字则是亚洲区域整合新模式 那文章主要是首先先提醒我们 大家应该都还知道所谓亚洲工厂 就Factory Asia的经济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50年 从日本韩国台湾加上最近的中国 一个个轮流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中心 然后把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全世界各地 那数以百万级的亚洲人也因为这样脱贫 许多地区甚至变得一天比一天繁荣 今天亚太地区经济模式又迎来一次新的转变 但它不但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变 还会进一步为亚太和全球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个所谓的新一波贸易整合浪潮 其实已经开始 1990年46%的亚洲贸易发生在亚洲这个地区 到2021年它整个数字上升到58% 这让亚洲继欧洲之后成为全球一体化程度 最高的一个区域大陆 另外随着亚洲变得更富裕 企业实力更强 资金流也变得更加区域化 过去十年亚洲企业一直逐渐取代西方 成为这个地区最热情的投资人 富裕但成熟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 开始把资金砸向了这个地区相对贫穷 可是更年轻的地方 2021年亚洲投资人已经拥有 亚洲以外FDI存量的59% 而2010年这个数字只有48% 同时间西方的份额却一直在下降 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 亚洲在跨境银行贷款中所占的份额 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不到4成 现在是54% 西方银行却纷纷从亚洲撤退 但亚洲区域内的像大陆的中国工商银行 日本的三菱日联金融 甚至新加坡的大华银行 则不停的在亚太地区扩张版图 2015年到2021年期间 中国平均每年向这个地区投入了55亿美元 日本高达40亿美元 连韩国都有29亿美元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7万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员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这一期技术人的亚太版本的 Cop Story From Asia to Asia 从亚洲到亚洲 那么一个大亚洲的融合时代 刚前面那一段最后的时候 先描述到从直接投资FDI 然后到融资 就资金的来源 其实那一系列你会看到 当亚洲人变得更加有钱的时候 当亚洲人开始出现了 向外扩张的投资行为的时候 亚洲人对亚洲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这个其实跟过去 我们不管讲日本 或者是亚洲四小龙 台湾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然后还有东南亚的几个 刚刚崛起和中国大陆 一开始其实真的都是 西方的投资 跟西方的需求 带动这个地方的成长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 很微妙的转变了 雪文 没错 而且这些所谓的投资或资金 往往还伴随着技术授权的转移 如果你最近有机会去越南的胡志明市 看他们即将完工的地铁站 你会在这个地铁站的周边 看到的是日本飞扬的国旗 而不再是以前我们以为的 来自西方甚至美国的国旗 在基础建设的周边飘扬 亚洲的整合潮还在进一步深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的刚刚成型 又把里面很多的商业壁垒给消除了 随着供应链变得更复杂 更多的跨国物流的投资正在成型 部分企业正在努力减少 对中国的依赖的同时 也在寻求在印度或越南等地 多元化的设厂 更重要的是 亚洲不断成长的消费者 成为推进整合速度的重要推力 国际货币金组织MF就预测 未来五年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经济年增成长率 会达到4.5% 很快就会是已开发国家的三倍 根据世界数据实验室 是一个研究机构 它预估明年会有1.13亿人 在全世界进入消费阶层 可是其中9100万人都是亚洲人 随着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富裕 亚太区域出现的新品牌 或者终端消费品也会越来越多 整个经济影响的发展 其实令人exciting兴奋 如今亚洲各地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 如果按照购买力调整 人均GDP有印度的8000美元 到日本的49000美元 高低部的新加坡8万美元 那就像跟欧盟的整合 有助于拉台东欧一样 亚太区域的整合 会提高南部和东南部亚洲的收入 而比较富裕成熟的亚洲国家的储蓄 正在被比较贫穷 可是比较年轻的其他国家吸收 他们有助于促进当地的繁荣 同时也会为投资人带来可观的回报 而贸易的增长更会降低 其他区域的消费者物价 让更多的投资进一步降低资金的成本 那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 那跟欧洲不一样 亚洲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 不预示着政治也会整合 欧盟的推动是为了避免另一场大陆战争 今天的亚洲没有类似的影响 亚洲国家彼此高度独立 政治体制很多元化 这使得亚洲地区更容易拉帮结伙 合纵结盟 形成各个区块 几个大国很快就会开始争夺影响力 尽管美国仍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投资人 但他在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真的在减弱 其实他已经逐渐失去了金融的影响力 因此他从亚洲即将到来的繁荣中 获得的收益正在减少 此外 华盛顿两党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 早就一信南三 当寻求在亚洲建立联盟的时候 美国可以提供的经济胡萝卜 跟过去相比大不如前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地区会完全由中国出道 诚然 中国透过贸易的影响力和一带一路 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许多亚洲国家对中国还是保持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在最近强制的外交政策出现之后 印度人就明白告诉民意调查者 他们不喜欢中国 那就像拜登最近在拜访越南的时候表明的 社会主义的越南也在用两面手法 那另外 东亚的日本 还有所谓的韩国 这些比较富裕 比较成熟的亚洲民主国家 有可能成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 新加坡一家研究机构叫东南亚智库就调查显示 日本对东南亚的长期援助 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这个区域的精英认为日本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而韩国从一个受援国迅速崛起 成为一个捐助大国 一直倍感自豪 而这两个国家 目前是美国在亚太区域最紧密的盟友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但他仍然会透过剩余的合作伙伴 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台湾 发挥影响力 在上个月的大卫营会议上 拜登隆重款待了韩国总统尹喜悦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三个人重申了支持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但随着亚洲国家的逐渐富裕 美国一定要记住 日韩终究是同属太平洋区域的国家群体 他们的倒戈或者翻转 其实也可能是一夕之间的事情 不过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经济崛起 金融崛起 它的政治力就崛起 而这一切的崛起都在酝酿着一个大的亚洲 借由他自己的消费市场 而形塑出新的亚洲奢侈品牌的时刻点到了 那这个奢侈品牌 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不是只是讲什么LV这一类的 你其实真的包括了电动车 甚至于基础建设当中的品牌 是哪一些才是 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船 各方面的这种品牌 就我信任亚洲所生产的东西这件事情 让它的品牌的 这个 品牌所得到的额外的获利 其实会留在亚洲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大不同 大家必须要赶快注意一下 好来接下来你挑选的伦敦金融时报社论当中 你要挑选科技股的IPO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比较关注金融市场应该有注意到 其实大概有两年多 其实科技股的IPO是比较干旱的 比较slow的 那最近呢 其实就是包括了 还有所谓的一家新创工叫instacart都上市 所以伦敦金融时报针对这两个IPO告诉我们 其实不止我们该说的所谓大亚洲的源起 甚至包括俄乌战争通货膨胀这些因素都还在 其实金融市场也开始 我一直说金融市场是比较后知后觉 慢慢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 那他的大标题写的是 科技股上市的窗户打开了 不过还没有完全打开 补充标题写的是 投资人希望企业能够获利 你不要只会承诺未来的成长 所以IPO市场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文章一开始说到 在历经将近两年 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IPO之后 突然一下子全世界有三家公司同时IPO了 在过去两个礼拜 首先是晶片设计公司 还有线上杂货配送服务 还有行销自动化公司 一个接一个成功IPO 这三家公司的股价 都在寻价圈的上限价格附近挂牌 不过通常都经历了第一天的上涨之后 就陆续回落了 他们其实向我们揭示的 是一个令人欢迎的信号 那就是2021年的通货膨胀 和剧烈升息之后 IPO窗口再次打开 不过大家要注意 它的打开跟上次不一样 而且没有完全打开 这三中IPO都有着一些不寻常的特色 他们释出的股份都不多 都没有超过10% 这让他们不会太愿意 大规模的分派鼓励 而更希望的是股票上市后股价能够稳定 例如对于ARM的所有者 Softbank软体银行来说 晶片设计公司仍然是一笔最大的资产 他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 所以一口气聘请了4家 Investment Banker投资银行 和另外24家账务的管理者 实际上是为了让华尔街的投资人 对这双IPO持正面的态度 尽管ARM的挂牌价格不低 募集的50亿美元也不小 但在有限的流通量下 股价不至于太难看 过去5年美国IPO的平均流通量 大概是20% 伦敦证交所要求的最低试股量 也是10% 另外这三家公司都向基石投资者 就是Anchor Invest 分配了大部分的股票 以ARM为例 他邀请的包括了 苹果和Google这些科技集团 Instacart则邀请了红杉资本 还有现有的几家机构投资者 购买了大概五分之三的股票 尽管这么努力 尽管ARM和Clavio的市值和 私募市场的估值差不多 但值得注意的是 Instacart的上市估值 只有两年前 它在初级市场上 390亿美元估值的四分之一 就是砍价挂牌 那随着利率上升的即将结束 市场开始对科技公司 重新燃起兴趣 但态度非常保守 无论如何 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回到2021年了 当时的私募市场的估值 飘升到令你眼花缭乱 许多投资人都受伤惨重 Goldman Sachs高盛就发现 2020年到2021年的IPO浪潮 以历史角度来看 表现非常的糟糕 在他们挂牌后的未来12个月内 它发行中位数 落后美国平均市场价格48个百分点 今天的投资人更想要的是 你怎么赚钱 还有你的现金留在哪里 你不能只是天花乱坠的去承诺 未来的成长 大批的创投支持的科技公司 和其他新创公司 在经济低迷时期 募集不到什么资金 现在也只能等待市场胃口的回升 来重新募集资金 这对他们意味什么呢 像Instagram这样急需资金的公司 它只能选择 自己的估值来IPO 如果它的早期投资人 很早就投资这家公司还有可能赚钱 否则现在基本上是赔钱的一个状况 这至少已经让一直处于神秘 却偏高估值的科技公司 越来越贴近现实 创投基金在卖出现有的资产之后 也有机会释放资金再次投资 此外过去多年的廉价资金 和满地的私募市场 投资人确实加剧了新创企业 长期掌握在私募市场的趋势 把他们转移到公开市场 可以让他们受到更严格的公开审查 还可以让散户投资人也分享 他有可能创造的潜在价值 文章最后提到 公开市场本来就是资本市场的最重要名脉 充满活力的成长型企业 早就应该归对回到公开市场 如果这个循环再一次重启 投资人就是应该回归现实主义 这样子对我们整个世界才是利大于弊 不过那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 低利率然后低成本的资金 现在已经不在了 所以呢现在所有的投资人 不管你在哪个领域 他就变得更加现实 不要再跟我谈未来的梦 先跟我谈谈你现在赚多少钱吧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友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接下来的两个题目 我们就先谈就是AI好了 因为呢这个题目我相信呢 台湾民众一定都非常的关切 经济学人呢就讨论了 在炒作之后的生成是AI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发展 今天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啊 对对对 而且我听说凤馨你听到没 今天下午那个OpenAI的创办人 在台湾有一个论坛 OK 他来台湾了 他人在台湾啊 昨天晚上飞机才到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confidential 而且因为主办的是永林基金会 所以非常低调 但是他来了 所以今天下午两点半有一个 我待会把直播发给你 他是Open的 你可以Link进去 那这篇文章确实写得不错 那经济学人用了续论第四篇 商业板块还用了两篇文章 来告诉我们 深层式人工智慧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 而且是比较好的阶段 然后我大概把文章稍微 summary跟大家讲一下 那其实经济学人主要是告诉我们 Chart GPT的狂热 最近几个月确实在降文 不过随着所谓多模态 叫做Mod Model的大型语言模型的竞争上场 一个更真枪实弹的产业进阶正在成型 而且会有三股力量 重新塑造深层式人工智慧的具体的商业运作 那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有哪三股力量 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怎么输 他觉得第一股力量是运算能力 就是对于运算能力的成本 会迫使所谓的模型建构者 更努力的提高效率 文章就提到OpenAI要非常小心 因为Google随时可能后来沮丧 Google最近推出的所谓Gemini 被认为是比OpenAI当前版本更强大的一个 所谓的深层式能够智慧 另外比较小模型的基增也一直虎视眈眈 你譬如说新创公司Rep8 已经在电脑程式马上训练新模型 让开发人员更容易编写程式 那第二股力量就是来自数据的争夺 互联网资源已经接近耗尽 因此许多模型制作者正在跟媒体 或者是视频机构签署相关的协议 其他人则竞相使用演算法 去创建合成模式的训练资料 所以处处充满着 深层式人工智慧发展的变数 第三个要素最重要 而且不可缺 就是资金Money OpenAI本来是一个非盈利企业 现在它不仅把模型授权给微软 还为Morgan Stanley和Salesforce这些企业建立客制化的工具 软体开发人员的强务更是风风火火 这一切都显示 钱虽然不是万能 但你没有钱万万不能 那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 到底谁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 金亿权认为 现在像OpenAI这样拥有大量的用户 或者像Google这样财力雄厚的公司 当然有明显的早期优势 但他们的运算能力和数据 会随着监管 还有像伦理道德的一些限制而受限 如此一来 围绕他们周边的空白机会就会出现 所以现在要看未来的人工智慧发展 我们必须去看 谁拥有最有效的方法 谁拥有最聪明的数据整合能力 谁拥有对客户的吸引力 谁就有机会抢占先机 看来炒作虽然冷却 但精彩的剧情才要开始 它的运算能力是 它的演算法的能力能量 再加上它的算力投资吧 对对对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第一波 所谓的TrackGPT 凤信你应该知道 它是从文字版本里面 帮你运用人工智慧去做一些搜寻 那现在所谓的多模式 就是包括你包括视频 动画甚至图片里面 它都可以帮你搜寻 那可是这些目前的数据 都是来自互联网 可是互联网上面的资源 已经慢慢枯竭了 所以它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数据 一方面这种多模式的运算能力 它需要的这种编码是更难的 对所以编码能力当中 能不能够让它从单一功能 变成多功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但是这里面其实数据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关键能力 可是这个数据的关键能力 单一公司想要能够拥有 其实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会发现 全世界的监管单位 都会控制他们取得数据的能力 当然资金部分 他们是比较源源不绝 好大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 然后去观察 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在AI当中 想要大放异彩 运算能力 尤其是多功能的 这个AI运算能力 以及数据 还有资金 这三件事情 缺一不可 我觉得军备大赛 还在持续当中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是技艺学人的 这一起全球版本的 Cover Story 谈的是恶物战争 它的标题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惨烈 就是告诉大家 要长期作战的准备 完全正确 其实经济学人已经觉得 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了 所以这一次的 全球版本封面故事呢 经济学人用了四篇文章 分别是续论第二篇 briefing专文第一篇第二篇 还有欧洲版块第一篇 那标题呢 其实就是该奉行说的 那事实上呢 经济学人也把他的立场 写得非常白 他的立场直接就是用 在蓝黄二色的衬托下 直接告诉我们 是时候该有一个重新思考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简单跟大家summary一下 那经济学人认为 乌克兰的战旗一再让人错顾 大家本来以为六月的乌克兰反攻 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因为乌克兰好歹配备了 现代的西方武器 也搭配了在德国 接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士兵 不过情况还是不好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前线 没有什么进展 现在的普丁 不但没有表现出 想要谈判的迹象 他好像在等待西方自己的内讧 并且寄望川普能够再次当选 事实上美国众议院 也已经成为了反污重症 波兰第一个跳出来 不再支援乌克兰武器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场残酷的长期消耗战 Zalensky也在华盛顿 告诉经济学者的记者 他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了打算 但经济学人认为 乌克兰和西方世界 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他们需要重新思考 乌克兰的军事战略 和他经济的运作方式 目标不能再只是 获胜之后怎么重建 而是怎么确保乌克兰拥有 发动长期战争的持久力 而且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经济学人提出了几个努力方向 第一个是军事上的 他认为乌克兰士兵已经筋疲力尽 他需要节约资源 改变游戏规则 新的战术和科技 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和俄罗斯对抗 除了进攻能力之外 乌克兰还需要增加 所谓抗战的韧性 他需要维护方面的帮助 来维持多年的战斗 包括维修 可靠的火炮供应和训练 最重要是更好的防空能力 最后经济调整也很重要 这意味着那些严不符直的 战后重建计划应该要开始减少 更重要是关注提高产出和资本支出 乌克兰经济需要从依赖援助 转向吸引投资 从制造更多的武器 到加工更多的农场 种植的农产品 并吸引更多乌克兰人 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文章最后说到 所有一切都需要乌克兰 和西方阵营的政治意愿 从长远来看 金奕璇认为乌克兰安全的最佳保障 就是尽快加入北约 如果乌克兰战败 意味着欧盟彻翼的失败 以及古今的杀戮机器 更接近欧洲边境 关于乌克兰的对话 目前为止 大部分是以战争结束为基础 这也需要改变 金奕璇仍然祈祷乌克兰 还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同时也提醒 要为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更要为一个可以继续存在 还有繁荣的战后乌克兰 做好最好的准备 我们都知道说 从恶物战争爆发以来 金奕璇大概就是 乌克兰最坚定的拉拉队支持者 虽然不像说是 美国 波兰 英国 可以提供军事上面的武器 可以提供金钱的资源 但是在国际舆论市场当中 我必须说他其实他的坚定态度 比BBC还要来的坚定 那更是强过纽约时报 所以今天金奕璇人的这一期 Cover Story的这个报道 他还是有他的代表性意义 就是即便是这么坚定的拉拉队 都必须承认 秘利所说的 你要完全的把俄罗斯的军队 从乌克兰的领土当中 全部的逐出 他认为这个困难度 是越来越高了 不过我觉得经济学人 还是过度的乐观 坦白说 就是说他认为说 可以找出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然后呢 他可以有长期反击的能力 他可以加入北约 然后他可以为未来呢 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 和平的乌克兰而做准备 我觉得真的 这些都是太乐观了 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 我觉得他所预期的这些事情 要出现的可能性 都非常的低 尤其看到 美国的选举 跟波兰的选举 对于他们的政治人物 改变这么大 你就会知道 长期作战这件事情 对他的盟友而言 因为选举的关系 而变得不切实际 好的 我的看法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 非常谢谢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带着几篇文章 嗯 平后 第二段 平后